那么这节课咱来学习一下 关于Ninux自由服务的第二个部分内容 这个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很重要 重点 用户和用户组的管理 那么前面会有一段段的文字描述 这段文字描述我们来读一下 那么第一个说 这个Ninux系统是一个多用户 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这句话好明白吧 说任何一个要使用系统资源的用户 就必须先向系统管理员申请个账号 然后以这个账号来进入这个系统 这个很好理解 玩游戏你得先做这个账号 然后才能去登录这个游戏 这也是一样的 用户的账号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员 对使用系统的用户来进行跟踪 就是来看他干嘛了 并且能控制他们对于这个系统的资源访问 一个用户其实并不可能说他的权限大到像超级管理员一样 说任何东西都能访问 能达不到的 可以进行对他进行控制 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用户去组织文件 并为用户提供安全的保障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设置账号 这是第一个方面 然后后面的话 每个账号都有一个唯一的用户名和各自的密码 这句话读起来 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大家 用户名能不能重复 密码能不能重复 有东西说不能 注意他地方的说法 说有一个唯一的用户名可以肯定 用户名肯定是唯一的 各自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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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密码我可能输一样 这个没关系 所以用户名肯定是唯一 密码的话 我不是唯一 这个就看情况了 有的人习惯可能就一样 多输123456 可以 所以密码是可以重复的 用户在登入时 我们只需要去建入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就能进入到我们这个系统和自己的主目录 那么自己的主目录也就是加目录 也就是加目录 要想实现用户账号的管理 我们需要完成工作 主要有以下几个 那么前面这段段文字描述 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账号为什么要有账号 账号能干嘛 然后登录账号之后会有什么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要想实现这一步的大作作的话 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就是用户账号的添加 删除 修改 以及用户密码的 用户 用户密码的一个管理 那么其实这一大串都是跟谁相关的 跟用户相关 跟用户相关 抓住这个词 跟用户相关 然后除了用户 我们还有一个叫用户主的这么个概念 那下面这个是用户主的管理 这是我们这一大段主要要做的工作 只有当这一工作你会了 你才能以后对这个账号管理 才能去进行相关操作了 这是两个部分 那么这地方需要注意有三个文件 需要注意有三个文件 因为我们这一大部分叫用户用户主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会涉及到三个文件 哪三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叫ETC下的PASWD 这个文件前面见过了 一直在用 第二个叫ETC下面的GROUP 第三个文件 ETC下面的SHADOW 叫先懂 三个文件 那么这三个文件前两个好理解 最后一个不大好解 那么先说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它表示存储我们用户的关键信息 然后第二个叫存储 这个好猜 猜就猜到了 用户主的关键信息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存储用户的密码信息 也就是密码其实是单独存的 它不是放在这个 PASWD下面的 它是单独存的一个密码文件 一共这三个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下 这三个文件 到时候我们在做每一步操作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对那文件下去看一下 看它有没有对那个变化 这是这三个文件 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三个文件 由于它都在ETC目录下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三个文件 它其实是三个配置文件 但是系统的自带的配置文件 不是我们自己创建的系统自带的配置文件 都在呢 ETC下 而且它名字不要记错了 PASWD Groove和SHA DOW 三个文件 这样 那么接下来呢 来开始对这个用户 进行管理操作 那么用户 用户呢 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 Ninux123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 那么除了Ninux123 是不是还有Rooter 那么用户的管理呢 主要呢 是由以下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 那用户一开始肯定是 除了Rooter之外 没有其他用户的 那如果说我要给某某某 新建个账号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添加用户了 添加用户 我们先要去熟悉一下 添加用户的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也是遵循 我们之前所讲的 Ninux所有指令的一个通用语法 命令 这个是主的一个指令 然后后面加上选项 后面加上操作的对象 符合吧 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个是基本指令 那么基本指令 这个单词叫useradd useradd 拆分一下两个单词 user表示用户 add表示不是add 不是add 千万不要把它想到这个 不是add add它就是一个单词 叫添加的意思 所以连起来叫添加用户 不是用户地址 用户地址跟着没关系 叫useradd 添加的添加用户 选项呢 有常见的这么几个选项 第一个杠小计 第二个杠大计 第三个杠U 注意只是说的常用选项 一些不常用的选项没有列出来 不希望大家记那么多 只列出几个常用的 第一个杠计 杠小计表达的含义是 表示我可以指定用户的用户组 用户的用户组 用户和用户组这个关系 我们现在搞清楚 什么是用户 什么是用户组 咱们之前开班的时候 有没有分这个小组 没分是吧 我看到这里面有这个 第几组第几组 这假的是吧 那咱意思差不多 意思到就行了 这个第一组 假设咱有一个小组叫第一组 第一组呢 这里面有一二三四 四个同学 那么这四个同学呢 他就是我们所指的 这个叫用户 这个就是用户 那什么是组呢 就是这个 第一组就是组 第一组就是组 那么这里面还有第十六组 那这是两个独立的组 那假设那么第一组有个ID 它叫1 第十六组有个ID叫16 那这个G呢 就是表示 我在添加用户的时候 可以通过杠小G 来指定这个用户 他加哪个组里面去 是加到第一组里面去 还是加到第十六组里面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组呢 如果这个地方不好理解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QQ的分组 也是一样的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杠G呢 表示指定用户的用户组 其选项的值 选项的值 可以呢 是用户组的ID 也可以呢 也可以是主名 都可以啊 它比较灵活 可以是ID 也可以是名的 这个没有关系 第二个杠大计 杠大计 它呢 也是表示用户组 所以这一串 我们可以一模一样的拿过来 但是它有区别 这个组我们有区别 这个组 上面这个组呢 我们称之为叫组组 组组 组就是主要的组 然后后面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附加组 后面这个叫附加组 也就是说 在Ninux里面 它允许我们一个用户 同时属于多个组 可以属于多个组 但是你必须得有一个组组 就是你组要是属于哪个组 剩下都认为是附加的 所以后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后面这个组的含义也是一样的 都是指的是附加组 都是指的附加组 这是第二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呢 叫U U U呢 我们称之为叫UID U叫UID 也就是指用户的ID 备注一下 用户的标志符 用户的标志符 叫用户ID 那么用户ID 咱们去理解它 要么这个QQ 是不是有Q号啊 Q号它就是用户ID 只不过这个ID有点长嘛 因为用户这么多嘛 所以它数字肯定大呀 这个Q号就是我们这个用户ID 那么用户ID呢 腾讯是不是提供了一个 我们自己选量号的一个服务啊 那自己选量号 比如说他给我分配的账号 不想要 我想自己花点钱 我就选一个比较好的号 行不行呢 可以吧 那么在这里面 这个U就表示 如果你不想用系统自动 给你分的UID 你可以自己设置 可以自己设置啊 那么系统呢 默认会从500之后 按顺序 分配我们的UID 那么如果不想使用系统分配的 那么可以呢 通过该选项 自定义 通过该选项 自定义啊 可以自定义 你也可以不自定义 看你呢 对这个数字有没有要求了 就类似于我们的腾讯的自选量号 腾讯QQ的一个自选量号的啊 这么一个情况 嗯 花点钱 选一个好的号 没问题啊 有些人对这个数字就是潜入独钟 他就想选个好的号 可以 杠U嘛 采用的这三个选项啊 行 那么可以来试一下 按例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用户 创建一个用户 那么创建用户 由于呢 它是选项 选项我能不能不加呀 可以吧 对吧 那么创建一个用户 用户起个名字叫张三 然后呢 不带任何选项 不带任何选项 看看行不行 行 打开这个 迷离行 打开迷离行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我们输入一下 刚才提到这个命令 叫user add user add user add 之后呢 我来按照语法格式 张三 由于这地方说了啊 不带选项 不带选项 所以不需要带了 这时候呢 我按一下回车 按一下回车 注意结果 有提示吗 没有提示 那没有提示 这地方麻烦了呀 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验证 是否成功 也就是说 当一个用户创建好之后 他有哪些特点 第一个 我们看怎么去验证啊 之前呢 我们说文件 有三个文件 对吧 有这么三个文件 是不是 那现在的话 哪一个是跟用户相关的呀 是不是第一个 第三个呀 第一个第三个吧 但是这里面 是不是只存密码的呀 我现在想看 有没有用户 那应该看第一个啊 看第一个 那其实看第三个也行 看第三个也行啊 看第一个 看第一个呢 就是 CAT ETC下的 PWD 对不对 那或者用谁啊 用这个 TEL是不是也行啊 因为你是后创建的嘛 肯定在后面嘛 是吧 走 张三 是不是有了呀 对 OK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张三的这个信息呢 就已经成功有了啊 所以呢 它是添加成功的啊 第一个呢 就是验证谁 验证我们的 ETC下的 PSWD文件 验证这个文件 最后一行啊 查看是否有张三的信息 这是第一个验证方式啊 这个文件 咱先记着它 待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文件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这么多东西啊 第二个验证方式呢 咱每一个用户 创建好之后 都应该有个什么目录来着 加目录是吧 所以第二个验证一下 咱来验证一下 验证是否存在我们这个 对那个加目录 由于这个用户 它是什么用户 这是普通用户啊 哎 普通用户行 那么看谁看哪个路啊 是不是看 Home下面的 有没有 有一个蓝色的张三是吧 蓝色的啊 注意它就是国件夹 所以呢 这个就是张三的加目录 第二个验证方式也有了 那其实这个是渐渐的告诉我们 我们在CentOS下 创建好了一个用户之后 会自动创建一个和他同名的 加目录吧 哎 那么第二个也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我给大家记一下 那么在CentOS下啊 创建好用户之后 会随之产生一个同名的加目录 哎 这个比较方便啊 同名加目录 其实那么经过这两个验证之后 那说明这个用户是不是创成功了 对吧 行啊 那么创建是OK的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这个地方呢 我截个图啊 截个图 把它拿过来 好 这地方呢是扩展啊 来认识一下 哎 认识一下 PSWD文件 文件啊 认识它 我们把这个图呢 往那里放 行 然后来看看啊 它在里面呢 哎 前面呢 像那个张三 是不是用户名啊 这个很好理解 是吧 那么因此呢 它是这么组成的 先呢 是用户名 然后面呢 是不是冒号啊 哎 冒号后面X 这个X X 密码 但是密码不是X啊 密码不是X X表示密码 但它不是密码 表示密码 然后后面 501 501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 UID 也就是用户ID 啊 用户ID 用户识别符嘛 然后再下面这个呢 叫TID 也就是 用户组ID 用户组ID 哎 然后用户组ID 是不是有个冒号 后面又跟着一个冒号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是 这个不是密码 不是密码 这个是放什么 这个放的是注释 放的是注释 只不过我 刚才写的时候 没有写注释而已 你看前面这个地方 preverage separate SSH 这是一个注释啊 然后这个RBC Service User RBC服务用户 它这个是注释 注释就是解释性文字啊 解释性文字 那么解释性文字后面 是不是跟着一个路径呢 这个路径什么 加目录 对呢 加目录啊 然后再往后 再往后是不是有个Beam Bass呀 Beam Bass我们称之为叫 解释器 解释器 笑 解释器笑 笑也是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个笑脚本 那针对于这里面每一个含义啊 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 用户名 用户名好理解 就是我们创建的一个新用户的一个名称啊 后期呢 登录的时候啊 登录的时候 需要输入 如果它能登录的话 就需要输入了 这是用户名 然后第二个密码 密码注意 此地方这个密码并不是用户的名为密码 此密码位置啊 一般情况下 都是什么 都是X 都是X啊 它表示密码的一个站位 它只是表示密码位 但不会显示密码啊 表示密码的站位 并不会显示密码 但是这个位置 它就是表示密码的意思 第三个呢 用户ID 用户ID 也就是用户的一个识别符 识别符 标志符 就类似于一个QQ的Q号 用户的ID 然后用户组ID 用户组ID呢 也就是该用户 该用户所属的组组 注意是组组ID 组组ID 这个是用户组 然后后面就是注释 注释呢 就是解释一下 该用户啊 是做什么用的 哎 我们以后搞用户呢 可能会创建很多用户 那这些用户的话 你当时创建的时候 知道他是干嘛的 那以后你再看到他名字的时候 你可能就想不起 他是干嘛的了 啊 所以呢 可以呢 给他去加一些这个注释 但是注释 其实说实话 很多人都不喜欢加 都觉得多些点东西 感觉没什么用 所以就看你想不想加了 如果想加的话 其实可以加的 主要是用来解释这个用户 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做个备注 如果想加的话 先来提一下 如果想加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他的选项呢 叫-C C呢叫C-O-M-M-E-N-T comment 是这个意思啊 叫-C 是表示添加注释的 那我就搁这吧 就搁这 就料着吧 叫添加注释 那索性给他写一下吧 添加注释 然后注释有了之后呢 然后后面的话 后面一个呢 叫加募录 那这个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加募录我们都知道啊 加募录 就是用户登录 进入我们的系统之后 默认的位置 就是他的加募录啊 然后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叫解释 气 效 解释 这个的话 就比较难理解了啊 这个呢 是表示的含义是 当我们这个系统启动之后 等待用户进入系统之后 啊 那么用户进入系统之后 他是不是要去执行一些命令呢 啊 是不是要去执行命令 如果不执行命令 他登录现在干嘛呀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在地方登录这个入团用户 那我后面可能要输入输入一些指令呢 肯定要输入的啊 比如说输入ls 哎 是指当用户输入指令之后 啊 用户输入指令之后 哎 然后呢 该解释器 那假设像我们这个张三这个用户 他的解释器是不是闭目录下的bass呀 意思含义就是 当张三这个用户输入指令之后 解释器会收集用户输入的指令 然后干嘛呢 传递给内核 传递给内核处理 也就是一个人可以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解释器 哎 这个解释器的作用就是 收集用户的命令 然后呢 传递给内核 啊 传递给内核 哎 还记得当时大家这个 来过来报名的时候吗 咱们每个人的咨询老师是一个人吗 不一定吧 可能每个人的咨询老师是不是不一样啊 但是你最终是不是都是坐在这个教室里了 啊 所以的含义是差不多的啊 就是解释器你可以不一样 但是呢 最终呢 不管你用到哪个解释器 你这个命令肯定要执行 执行肯定要传递给内核 啊 所以解释器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充当了一个信息的一个 对 转达 或者说是一个信息传输的一个桥梁 啊 它就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啊 啊 这是它的一个含义 哎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 一共呢 有1 2 3 4 5 6 7 7个部分女生啊 这7个部分比较重要 以后呢 你看到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知道 我们每一段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含义 啊 那我们在这块的话 其实看不出来 其实呢 如果在那个本身的那个叫 圣诞宣采色的那个编辑器下 就能看出来 它有不同的颜色的 之前当时那个同学截了个图呢 是吧 嗯 啊 它有不同的颜色啊 但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不用看了啊 之前不是看过吗 嗯 就那这里面呢 有这么一些东西 那么还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用户 张三这个用户啊 我有没有去创建 501这个用户组啊 没有吧 哎 没有 因此呢 在我们创建这好这个用户之后 其实他不仅仅把我们创建目录了 他应该还帮我们创建了一个501的这个用户组了 那么可以看一下 BRM或者说CAT CAT谁呢 EDC的 有没有501这个组 有吧 行 那么通过我们不传递参数啊 原来我们发现 这个命令啊 他在执行的时候会帮我们做一系列的操作 啊 注意 在不添加 不添加选项的时候啊 执行了user add 之后啊 会 自动执行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操作 那这个操作呢 不是我们做的 他帮我们做的 那几个 第一个 会帮我们去创建一个同名的加募录 同名的加募录 第二个 第二个呢 会创建一个同名的用户组 那第二个 币 第二个呢 是创建一个同名的 创建同名的用户组 这两个操作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呢 需要注意一下 我把它圈红了 那刚才呢 我们这地方呢 是没有加这个选项 是吧 那现在的话 我来尝试一下 加一下选项 看好不好用 来 按理二 第二个呢 按例 那添加选项 添加选项 创建一个用户 用户呢 叫李四 然后呢 加什么选项 我要让李四 属于 不是这个李四啊 李四 属于什么呢 属于 501的 这个组组 501的 组组 组 属于这个附加组 这个呢 是我们的要求 然后如果呢 我想来自选量号的话 那也可以啊 并且呢 自选量号666吧 66 自选量号66 现在那么按照我们这个语法要求啊 看这个命令 我应该怎么去执行 好 回到这边来 user idd 是吧 然后选项 选项 所以这个顺序没有前后关系 也不要认为 咱一个命令只有一个选项 不是这个意思啊 选项选项可以有多个 那么第一个呢 他要什么来的 要杠 G 这个指定什么 组组是吧 组组是多少 在地方说的 500是吧 500 50 501是吧 哎 附加组呢 杠G 560 哎 然后自选量号杠 U 666 后面加上什么呀 用户名嘛 李 4 李4啊 注意都有空格 不要搞错了啊 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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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空格 行 写完之后呢 按下汇车 好了啊 那么这个命令呢 就执行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来验证一下 看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 和理想状态差的大不大 啊 当然如果对的 那肯定一点差异都没有啊 先检查第一个文件 检查谁 检查 ETC下的 他WD 走 有理事对不对 666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组 组组和上面是不是一样的 501 没问题吧 后面这个我们有没有指定的 是没指定的 所以加目录 后面下面的理事 也没有问题啊 那这边符合要求 符合 行 符合之后再看另外一个 EDC下的 叫 G-R-O-U-P 有没有理事这个组 没有吧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我们刚才在 不加选项的时候 他肯定需要有个组 但是没有组 所以他自动创建同名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后来这么着了 是不是指定他组组了呀 和附加组了呀 说明他是不是有组了呀 有组的话 那还要组组同名的吗 就不用了啊 就不用了 那么找一下 刚才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组组 是不是501已经有了 然后再看附加组在哪 附加组 你看附加组500这个地方 他和其他地方 有没有不同的地方 你看张山这个地方 501后面是不是没东西了呀 你看这地方呢 我们输的附加组 是不是500 还有没有刚才 有没有印象刚才那个命令了 看看 大计500嘛 大计500说明 李斯这个用户的附加组应该是500 那么就往附加组里面找嘛 看500 后面是不是跟这个李斯的 这个就是附加组 那这地方呢 有点绕啊 为什么有点绕 我看大家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为什么有点绕 我们的组组显示 不是在这个地方显示的 查看用户的组组 我们需要在 帕斯WD关键里面看 但是如果要查看附加组的话 在group里面看 在他后面看 看他后面啊 这个就是附加组 这个就是附加组 他会显示 500这个组里面有哪些用户 这是李斯这个用户 那如果还有用户 也属于500呢 后面就有逗号分割了 有逗号分割了 比如说网5 然后造6都有啊 附加组 这地方有点有点绕啊 需要注意的就是 或者说一个小技巧吧 查看用户的组组 组组可以呢 去查看 可以查看 PASWD文件 查看附加组 可以查看 查看 GROUP OUP group文件 这两个不要搞到了啊 我们在 PASWD文件里面 这里面根本就不会包含 这个李斯这个用户 属于哪个附加组 没有的 你必须得倒过来看 去这个文件里面就看啊 这里面500这个组里面 有一个李斯 他就是辅家座 得倒着看 而刚才 那个U啊什么的 我们这地方显示也都是正常的啊 这里面显示也都是正常的啊 所以这块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啊 这个是这个命令的执行 叫添加一个用户啊 这是我们自己指定的 这两个 添加结果 666有了 501有了 然后呢 这个500啊 在这个文件里面看 千万不要找错位置了啊 找错位置你就看不到了 是什么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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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